盛云 转进上游戏看看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游戏里出现了重大bug 可以复制装备 复制装备 哎 这 复权要不要来复制火焰戒指卖了 六大特戒指也得火焰戒指 哪六大特戒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麻痹 俯活 护身 精神 传颂 这火焰戒指就是这第六个特戒 真假的 那这不神器吗 是 听说这个火焰戒指还有隐藏属性 没错 这戒指如果是战时代的话 烈火剑法的伤害提升百分之二十 啊 那么牛叉吗 圣经哥 凡要卖五千万金币 我还认为咱有必要弄一个 事出反常必有要 这事没有那么艰难 想看看再说 主要这火焰戒指对战士的作用太大了 过了这个村 可能都没有这个店了圣经哥 圣经哥 咱不受业吧 我看也只有大方当个宝 嗯 你这套个屁你都给他结尾 对 防汗药这是严重的影响了游戏的平衡 准备很快都不值钱了 诶 快看 有人骗个人说防汗药了 说了啥 说防汗药是个骗子 这火焰戒指给面都没有百分之二十的联合假成 只能放个小火球 只能放个小火球 我说防汗药怎么删地复制这火焰戒指 原来之前说的这些仅仓存心 那都是假的 那这火焰戒指 啥也不是 差不多吧 好 是时候了 嗯 什么是时候了 神经哥 火焰戒指属性是假 但防汗药使用八个复制装备 他是真的 哦 对 那我再过去报他 神经哥 我快看公告 已经收到我家宽战天下举报 我家宽战天下举报 我家宽战药使用八个复制装备 现在我家宽战药要做防复处理 不好了 嗯 让他再消灯啊 这下好了 那宽战天下举报 你生难倒干人了 宽战天下是真狗 纯纯小人吗 这不是 但是我还喜欢 等会 还有公告 还有 奖励举报人员宽战天下 火焰戒指行没 火焰戒指 那给没奖励不这么多吗 也算没被举报 这不短的小伙就说完吗 哈哈